仔细看 几点黄色的液体低落在植物蓄根上 仅仅几秒的时间 植物蓄根开始疯狂生长 在小美震惊的目光中 加厚的玻璃容器布满了植物触手 就在玻璃即将被撑爆时 大山及时喷射了药剂 才阻止了它们的生长 大山是一名生物学家 在小镇的沼泽地中 他发现了一种惊人的诱变剂 能让植物疯狂生长 但与此同时 也导致小镇上出现了未知的疾病 深夜里 两人来到了小镇的沼泽地蚊子湾 他们竟然发现一艘被植物刺穿的小船 在小船上 大山找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还有一个水下装置箱 箱子里有两只黄色的不明液体 经过检测得知 这竟然是某种生物促进剂 而电脑中还记录着很多这种 生物促进剂的放置点 大山决定去将这些放置点的装置箱都取回来 但也就是这个决定 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对面突然出现一艘小船 在强光灯下 大山也看不清对面的人 突然 大山连中两枪躺倒在船上 在强烈的求生欲驱使下 他拼命想要开船逃离 但杀手却没打算放过他 一只绑着炸药的剑射到大山跟前 他拼尽力气翻身落入了水中 下一刻 水面上一声爆炸响彻夜空 但大山却奇迹般游到了岸边 然而 身受重伤的他仅剩最后一口气了 就在这时 他的身边出现了许多植物触手 昏迷的大山被拖入了水中 无数条植物触手插满了他的全身 当大山再次醒来时 竟然发现